112年8月15号星期二 我们今天的这个 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所以本来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聊聊 昨日还没讲完的 后来我发觉不行 我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因为甜甜老师呢 他刚才跟我讲了 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说三集都做不完 真的三集都做不完 因为我发觉 其实你知道吗 追剧的人会有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有时候 这个要问范范也会知道 小朋友吃到一段奶的时候 他会有个厌奶期 他小那个翻二代还没有到这个时期 应该还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好像一阵一阵 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期 所以就是要换 看他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所以你该不会是说你现在 就好像有些狗吃某种饲料酒 他就生气 你就要一直给狗换饲料 淋嘴啊什么腹食 对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追剧或者是我们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突然间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 iPad看对不对 你会突然间看到那个 你就不想点进去 有 有 我最近会 对不对 最近有钱 就说不管他首页有多么丰富 对 你就不想点了 对 会有一个厌聚期 对 或者是说完全转变喜欢的形态 对对 本来说你不看科幻的 对对 你可能可能 就有一阵子 就忽然 对对对对对 像这次比方说像我 我很喜欢看恐怖的 哇这一股脑的全是恐怖的给我 你知道 我从来不看恐怖的 有一天我就觉得我不想看恐怖了 多恐怖我不想看 嗯 对然后你就会转换 看一个另外一种 你很 你不太看的类型 很科幻的 对 我最近就看历史剧 哇 哇这完全不像 就有点 没有啊 就像你去看 Openheimer 这也算是历史 历史 美国历史 对 美国的某一段黑历史 对 我最近居然开始重新去看的 譬如说奥图曼帝国啦 罗马帝国这样子的历史 那太久了 太久了 long long time 没有办法讲这种剧 所以完全必须要回到我们亚洲 比较能够跟大家可以有一些共同的 就像前几集的时候 田恩老师说日剧复苏了 对复苏 所以今天要 日剧复苏 因为其实 大力推荐日剧 有时候常常 你看了太多东西 人家喂什么 你就吃什么 对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就会变得 不能说那些不好 而是你可能就会被他 喂你吃什么 你就吃那个长大以后 你就变那个样子了 对 所以就是会 有时候你就会很想换一个口味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都很久没看日剧 而且我以前看 没错 美剧最近真的是有因为一直罢工 而 没有新剧 对 数量减少 所以只好去看历史剧 快要看西元前了 所以 所以 美剧荒的时候 我就开始看 我就觉得 日剧 真的是越来越精彩 因为 因为田田老师很喜欢那些 一些有智慧的日剧女星 纷纷退影 所以他就有一阵子 他就远离了我们的日剧 然后又转去看 大家去看韩剧 但是最近又对韩剧 有点失望 韩剧越来越华丽 可是越来越空洞 对 而且这剧情都完全可以预测 所以我最不喜欢看 可以预测的剧 那也有人就会因为说 他刚好看到这一时期的韩剧 他也会误会说 韩剧都很难看 不是 也不是 而是说韩剧更早又很经典 每个时期都很经典 我觉得真的是一阵一阵子的 一阵子一阵子 可是某一阵子 你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观众觉得 点阅力很高 很好看 他就会猛拍 对不对 把我们当呆子一样 对 生气 对啊 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说 突然间这种 那么洒狗学 那么套路 只是换一个朝代的 换一个时代 换一个时代 你就会觉得 不想了 你也不想看穿梭的 你也不想看继承人的 你也不想看偶像的 都不想看 都不想了 你就想看很单纯的戏剧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 除了网红大乱斗之外 对 那我最重要 老师最重要的来了 最重要其实是因为 两个字 而开 而看了今天的第一部戏 叫做沿上 我以为离婚了 不是 第一部 因为我前一阵子呢 我们两个 最喜欢的YouTuber 被沿上了 对 对 真的 我们就是气氛填膺 我是老高 对 我是小默 田老师是小默 对 田老师也可以当老高 我也是小默 对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 在我们两个面前 是不能够批判 神圣不可侵犯的老高跟小默 真的 那我们这一计划 说实在来 我们的粉丝也不一定会看老高跟小默 所以我们讲一讲没有关系 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讲一个 我们喜欢一个人 对 爱一个人 对 并不是因为他很上进 对 或者他每天都有新的创意 内容有原创性 内容有原创性 他这个人百分百是有创意的 我们喜欢这个人是没有条件的 对 爱就是看得顺眼 就是喜欢他 听得悦儿 他就坐在那里 对 其实说一句实话 这两个人只要活着就好了 啊 绝对 活着 坐在那里不发声音 没有关系 加上后面的小口 力气 对对对 我是觉得想要 以批评某些人 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粉丝 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 对 这个就是魅力 这就是人格特质 奇迹 我觉得是这几年的奇迹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宇宙的人 对对 所以我觉得任何想要批评 别人的创作 有没有原创的意思 我们喜欢他的人 其实粉丝是不想 跟你们这些人讲话的 因为你们不懂 对 你们不懂 对 智力 他已经超乎人类了 所以我认为 维度跟我们不一样 不可以跟一般的人去比较 就是好像说 你要说某种宗教了 哦 他已经是某种宗教了 不可平 有点像是我们在follow他 信仰 对对 他是我们的信仰 对对对 我们就是盲目的 无脑的 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被 言上了 当我开始才明白 我以为言上是 大陆那边的名词 那原来言上其实是来自日文 我也以为是大陆 不是 原来言上其实是大陆先流行 去翻译这个日文 所以言上事实上就是被 被搞的 对死 对 所以是大陆先用这两个日文 所以我们也开始跟着言上 被黑了 然后被吵话题 或者被攻击 或恶性恶意的这个污蔑 都叫做言上 所以第一个我想讲的这个句叫做 所以在日文里面就是 这个家 御守 这个家姓御守喜 所以这个家被言上 所以言上就有两个意思 就是火烧御守喜家 可是另外一个意义也就是 这里的女主人被言上了 所以这里面的女主 双重意义 对不对 她也是个网红 虽然是年纪大了的 我们的林木金香女士 她是日剧奇迹 对 她竟然还没有退影 没有 真的 她一直都没有结婚 对 科学的知识大家都一样 好 我们现在回来 火烧御守喜 御守喜家 那这个 女主人 对 女主 我们的林木金香 是我们日剧的奇迹 已经红了二十多年 而且这一次 她在里面 当然 因为她其实五十五岁 也有一半的网友认为 她保持的很好 但也有一半的网友认为 五十五岁 这样子 太可怕了 太老了 因为林木金香这次很棒的是 她完全叫电视剧组 不要修她的容貌 所以她愿意就是用她原本 原貌 她没有开滤镜 对 没有开滤镜 所以她就是把她真实的样子 表现出来 可是她在里面的特色就是 衣服换了非常多 网友有帮她算 就是每天都换好几套衣服 因为她在剧里面 就是在演一个中年的网红 那主题是什么 那主题就是为什么是火烧的 就是说 十三年前 这个剧是倒回去看 十三年前的 有这个家 这个家是一个医生世家 所以非常的有钱 所以原来的女主 跟跟她的医生 是过着幸福快乐生活 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呢 有一天就突然家里就着火了 失火 失火了 这个女主 当然还好一家是平安的逃出来 但是这个女主当场的就跪在地上 跟先生说 很抱歉 都是我没有把火关好 妈妈是不是 妈妈 这个妈妈 所以这个妈妈等于是女儿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女医就出来了 我们的林木金香 事实上是跟这个女主是好朋友 那所以这个小孩 你要想到老大呢 就看到了他妈的好友 也来看这个火灾 因为已经不可收拾 整个家都被烧光了 看着烧 看着烧 他看到他妈妈的好朋友 看到这个火烧的时候 不是难过紧张惊吓 而是竟然露出诡异的微笑 哇他看到了 对 那一幕 对这个孩子 等于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幕 就说我妈的好友 竟然是看我们家被烧了 露出诡异的微笑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就很好看 就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说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虽然我妈妈第一时间就承认 可是她老觉得 这个孩子就非常的直觉 很灵敏 觉得 纵火 对 就早觉得这个 所以林木金香就是开始演一个 在这个孩子的心目中 永远是个坏女人的角色 虽然她没有办法去证明 那但是13 所以她妈妈就因为这样 depress 然后忧郁 然后她也跟她爸离婚了 所以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就离开了这个 医生世家 可是难道医生世家不能重建吗 好 这就怪了 所以这个医生世家 这个先生其实是非常懦弱的 她虽然是医生 但是其实是家族在control 所以她一直都是一个懦弱的男性 然后她也相信就是她太太 竟然不小心把她的家 包汤 所以她可能内心也是怨她的 所以也就让她离去 然后这个时候林木金香当然就趁虚而入 怎么趁 因为从以前不就是好朋友闺蜜 当然就是去安慰她的先生 接近她先生 所以这个剧本身就是说后来这个医生也就娶了你妈的闺蜜 可是问题是娶阿姨 对对对对 你妈妈的好朋友 去甜甜阿姨 但是问题是这个爸爸是懦弱的啊 是懦弱的啊 对 所以她难道她也没有办法再重振这个医生世家了嘛 就是她当然结婚后又就重盖了嘛 所以就后来等于这个她的好朋友住进了她原本的豪宅 重建原地 对 所以从女主角 就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女孩子长大了 就是她望着她从前住过的家 哇又变成了豪宅了 换了妈妈 只是换了女主 对 那等于 但是13年来她这个懦弱的爸爸 就都没有跟他们联络 对啊 就完全不联络 好歹这两个小孩是你的嘛 这有一点完全不和人之常情 对不对 完全不联络 所以好看就是在于说 这个林木金香很厉害的进来之后 而且把她原本的两个儿子也带进来了 所以她就等于是新的一个御守喜家 在这个御守喜家里面 两个儿子是她自己的 前夫的 她离婚了 对她也离婚了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讲的 等于新的御守喜家 现在是被林木金香和两个儿子霸占了 然后落魄的妈咪跟他们就是搬离 然后自己去奋斗 好像不相干了 对 可是这个老大因为永远不能忘记 妈妈的朋友在鬼笑的那个 所以她立志有一天一定要去查出来 是谁纵火 因为她一直认为就是她妈妈的闺蜜 因为她的闺蜜就是常常来家里嘛 而且为什么要诡异的笑 对而且就你看到火灾不可能会笑 你好朋友家被烧了 怎么会笑 所以这好看 除非她信仰拜火家 对 所以这个好看的 除了这是 当然我现在不要揭秘嘛 悬疑 除非这个大家已经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看过 那她厉害的是 这个这是Netflix投资的嘛 然后她上演一周以后就登上 也是全球的第七名 就是各个国家都看 我觉得林木金香功不可没 对 然后这个title也很吸引人 就是火烧 对就是Burned House 我觉得很吸引大家 然后呢 重点是这个家 就是她带进的这两个儿子 也充满了诡异 OK 所以我觉得好看的是什么 这个老大 somehow可能也觉得 近来这个家是有 有一点罪恶感 因为他们以前 等于都是邻居玩在一起 也是也就是这两个 这个两个儿子 跟这个两个女儿 其实是年纪差不多的 原本是两家 就住进了北北家了 所以你怎么住进了 然后这可怜的 你小时候的玩伴 却被赶出去了 对 所以这个儿子 其实是一直是 老大 尤其是老大 有一点guilty 然后呢 结果 这个老大 不能爆雷 对 不能爆雷 对 我们工商服务室 我们现在有直播 甜甜老师 也是非常会说书的人 很多戏没那么好看 但是甜甜老师 因为说的变得非常好看 今天要追很多 要加速 好 我觉得精彩的是在于 因为他的大儿子 就是他把他 换了御手洗家族 里面的成员 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结果也进来了 御手洗家 成为有钱人 他的大儿子 一直是 可能也feel guilty 然后虽然是很努力的念书 但是后来考上大学之后 却辍学了 也就是莫名的 就觉得不想再去学校 所以从此就在家 蹲在了这个豪宅里面 御手洗家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是说 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永远觉得 也许我妈真的放了那场火 那他倒是应该跟大女儿 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大女儿 千金 一起来调查 你好聪明 后来是这样演的 就是这个女儿长大了 所以她就立志 她一定要再回到她的御手洗家 然后她怎么回来 她就是装成了女仆 就是家事妇 就是清洁公司 有一点点不合逻辑 就是你在怎么变形 依稀感觉得出 你小时候长什么样 对这个是唯一可能不合理 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大姐姐 就是立志说 我也没有说要复仇 我只是要 我只是要调查 到底那个火是怎么引起的 所以林木金香没有认出她 然后她的大儿子 隐隐约约有感觉 可是也不确定 因为她已经十几年都没有 足不出户 她就成了御宅族 所以我觉得好看的是在于 这个大女儿 怎么样跟这个大儿子 去慢慢的引导她走出来 因为一开始 她是家事妇 但是她的房间绝对不清的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很多的御宅族 就是你不可以随便去吵她 然后她就算里面堆着乱七八糟 你不能动 你不能动她的东西 因为我有所有东西在里面 所以她要演的 我觉得很好看的是 这个妈妈 因为她后来反而变成很成功 她自从嫁入御守喜家之后 她也力争上游 她也是成为中年的model 就是说 就是她在那个剧里面 她也是把自己保养得很好 然后成为一些 比如时尚品味的贵妇 守女model 然后而且慢慢的也去run自己的IG 所以也算是中年的一个网红 所以虽然是在剧中 她已经四五十岁了 但是仍然是家庭主妇会喜欢的 所以她这个呢 她就在演说 她如何跟这个 看起来有点不不体面的儿子的 在家里的互动 因为这件事 她一直羞于告诉媒体 她仍然引以为耻 这是我有一个遇宅儿 对 但是她都告诉媒体说 她的儿子在海外工作 所以她的儿子也知道 我这个妈一直在骗人 因为她要维持她一个成功幸福 美满家庭主妇的形象 所以她不能让人家知道 她的大儿子其实很失败 在家 然后就是米虫嘛 然后也很奇怪嘛 就都逐不出户 可是事实上 在家里 你就可以看到说 她的儿子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她的妈妈 每天都会跟她说 没关系哦 你只要在家乖乖的就好 你不要出来哦 你不要出来 你是很软弱的 你是很敏感的 你不适合出来哦 所以就很有意思 就是她可能辍学在家以后 她妈妈还真心的 想要保护她 到一个过度的地步 也就是说 啊那我知道 你应该是太敏感了 你不适合这个日本 这个高压的社会 那你就在家吧 那你都不要出来 那她还真的就慢慢的 慢慢的就跟这个社会脱节 那她妈妈还是 鼓励她退缩 对鼓励说 而且是说 你只要在家乖乖 你不要出来 免得人家也知道 我我撒谎了 因为我撒的谎是 你在海外念书 你在海外工作的很顺利 所以房间写着海外两个字 对对对 我那个房型叫海外房 对所以这好看是之余 所以这个大女儿回来 重新回她自己的家后 发现了这个事情 发现里面有个儿子 有个儿子 然后可是她其实曾经是 她很好的玩伴 她也喜欢她的 所以她一方面想要 有点像想要复仇 或想要调查 但是她其实又想要帮助 这个 这个玉宅 对这个玉宅族 如何能够走出来 因为玉宅族心里也有挂念说 也许我妈真的是个纵伙犯吗 因为我 我觉得是都没有解开这个结 所以她也慢慢的去引导 她怎么样去想要解开这个结 OK 那当然网红维持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假象就是 她之所以要请清洁妇 就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打扫 可是她要po 都要po家里 很干净 很不染 然后中年的网红 有的时候还喜欢po那个做菜 你看我今天做了一桌子菜 我插的花 她真的会做吗 没有 全部是这个家政府 就是这个大女儿 就是会混进去的 就是她慢慢赢得她的信任 因为她想要让她有一天 因为她的目的 并不是真的要抓她去关 还是怎么样 她只是想说 有一天你要承认 然后你要跟我们家道歉 她只是要一个道歉 所以我觉得日剧演的好的 比较不是像韩剧那样 好像 父仇要把人家真的是搞得 好像 而且把坏人一定形容得很坏 你在里面 你会发现 林木金江 你当然对她是有一些怀疑的 因为她毕竟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 因为她骗大家 她喜欢做饭 喜欢插花 家里名很非常的 这叫什么 美丽 又有style 那其实都不是她 都是这个清洁妇帮她打造 然后她就会去拍 拍了就po到IG上 感觉她演到第十 总共几集 只有八集 很好看 那感觉第六集以前 你都会怀疑是她 对 你都会觉得 她有纵火嫌疑 她有这种潜力 对 那不要忘了 她还有一个小儿子 那小儿子 就是她 比较属于 她可以值得炫耀 小儿子就真的 就进了医学院 然后 未来 医生四家 对不对 然后呢 也很标准 体面 就是属于妈妈 可以在IG上炫耀的 就是幸福快乐的家庭 所以 我之所以 一定要推荐 先讲这个 接下来要讲的 都有关系 就是网红的世界里面 其实是充满谎言的 好像我们 还好我们都不是网红 真的 没有 只有我们的 我们爱的YouTube 是真的 其他的我觉得 好 我们接着 甜甜老师呢 好 大家可以在 非常精彩的 火烧御手洗 对 这是第一出 夏日追剧推荐 对 等一下要推进三出 所以第二出 赶快亮出 然后这三出的共同点 都跟网红 IG网红有关 所以第二出是叫做 我们离婚吧 实在是太好看 太好笑 太好看 第三出 我觉得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 所以这个 这个白血的 当然是对的 太好看了 太好笑了 对 刚刚江泰已经看到照片 所以他就说他很喜欢这个男主角 光看预告那个照片 松桃板里 还是松 对 那个男孩子我们都觉得很喜欢 算是日本现在的中生代 我觉得很棒的 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喜感 对 他也有喜感 然后女生现在也很红 叫众里依莎 那他原本也 他原本在日本出道 就是他是一个model OK 好 那这个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剧 就叫我们离婚吧 对 可是他的编剧太棒了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个编剧 叫龚腾观酒郎 所以是日本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编剧 他的剧里面的对白 有时候真的都有一些经典 对 尤其是那个 讲一下坏话 就是那一段我po的就是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谈离婚了 所以呢 呃 原本应该不会 就是互相是已经讨厌 就是完全不能够 就要离婚了 都要离婚了 可是有一天又没有办法 需要一起吃一顿晚餐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骂别人 那一起骂别人的时候 他们两个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才会想起来说 诶 其实我们好像蛮合的 而且他们会忘记 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剧要破碟 不要骂对方 一定要记得想离婚 骂别人 别人的时候 两个就突然觉得 诶 我们其实很投缘 可以可以 对对对 我就想离婚都还骂姜泰 对 要有共同的敌人 一定要一定要 对对 我们就可以挽救很多 他们突然间可能觉得说 对 骂别人 怎么那么事不关己 对 就像我们骂那讨厌的 蓝犬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有 共同的敌业 对对对 这样关系会更好 我真的从这里得到说 一起有共同的敌人 你们的婚姻关系会更好 不同的某个 不那么严肃的话题 对 那我觉得这一出非常非常好看 是因为呢 它其实是综合了政治剧 然后政治剧 然后又跟 还有跟现代的一些婚姻观念 那跟网红有什么关系 好 在这个剧里面的女主角 本身又是网红啊 天啊 好 我们没有说网红婚姻有问题 对 所以就很有趣的是 好 这这一对couple呢 是等于算是 男生是政治世家 好 也是典型的 就是一辈子爸爸是议员 然后他他就很理所当然的 一定也会当选议员 麻生家族 对对 好 对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议员的二代 可是其实他 很搞笑 又蠢蠢的 然后常常没有大脑 就是因为他是 从小就是他觉得 他不用努力 他反正以后 就是会是 那个地方的议员 所以他讲话 常常不经大脑 所以他在这里面 是非常白目 常常说错话 那原本他也都不紧张 他因为他觉得 他爸爸还会在位很久 结果他爸爸突然死了 住死 对住死 所以就是 所以他就必须 真的要出来 那块 那个区域就要 真的重新补选 要赶快选了 他就要出 他被推上来 他就被推上 可是他原本就是一个 本来是像个二楞子 像个公子哥 然后公子哥 娶了这个里面的女主 那女主本身是一个演戏 在日本很有名的 就是 譬如他在里面又演戏 等于是剧中剧 他在里面演的是 就是一个大和剧 里面的女主角 也是个有名的隐心 对 然后就是很受欢迎 所以呢 他 娶了他以后呢 他们 整个这个CP 反而是因为太太 人家才关注到这个二代议员 对 二楞子 对 就是说 这个婚姻呢 虽然 他的妈妈 也就是这个议员世家 不是太喜欢他取这个演戏 演员 毕竟他的 对 毕竟他的家庭有点复杂 这个我等下讲 所以 因为他们这个是传统的世家 在那个地方是很有势力 所以原本是嫌他 可是因为他演了戏爆红 所以增加了他儿子的喜爱度 拉票 对 所以走到哪里 这对CP走到哪里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小巫女 他在里面就是演了一个小巫女 就是他剧中剧里面 他演了一出剧 所以等于他的太太大受欢迎 所以连带 所以会帮他拉票 所以这对夫妻一开始 就是又是开始要准备要选举 可是他这个太太就开始觉得说 有一点很不喜欢 每一次等于我 你是靠着我 你这个傻瓜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 你是靠着我 才可以 帮衬 对 帮衬 而且好死不死 这个人呢 又搞了一个大外遇 被媒体拍到 也就是他的先生 一开始二愣子 因为二愣子长得不错嘛 对 然后有一个女记者 去访问他 因为然后很快的 他们就睡在一起 而且又被拍到 OK 所以这对于这个女演员来说 非常气 因为她是如日中天的事业 然后她又一直在帮你拉提 你又被拍到 你又 对 真的她就觉得非常没面 所以第一集她就说 我们离婚吧 就我也不想帮你了 你被拍到 你如果离婚 没有被拍到 我还算了 那你被拍到 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打脸 就是我 我现在真的事业这么好 然后你 你这样子 所以她就第一集 就已经说 我们离婚吧 所以你看 从第一集演到第九集 他们都在 都在 离婚的过程中 所以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那她的家人固然觉得你不应该去外遇 可是她又会拿出传统的那种说不然你们等选举完再离婚 OK 就是为了政治 相忍为国 对相忍为国 可是你要去看她中间怎么去 拖这个婚姻 对拖这个婚姻 因为她一方面又不愿意帮她先生 因为很气嘛 因为你明明知道她跟人家 可是又要延续家族的政治使命 好 最更重要延续她们下去的是 因为她们每天要直播 因为她太太是网红 所以她太太 无论每天怎么跟她大吵大闹摔东西 她会说 等一下 八点了 所以八点一到 然后她就像我们这样把直播开了 然后两个就是 大家好 又是像这样子 就是前面再怎么吵 八点一到 夫妻两个 好 今天特别来宾田田老师 真的是说的比看得精彩 好 结果那每天还要维持直播 就是说维系这个政治家族的生命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 要选啦 对 这 1月10几号 忘记了 等于这一段时间 她还是继续直播 就是等于这个主题 又让你去感觉 原来直播的世界里面 很多真的都是虚假 也就是他们一下的直播又开始吵架 因为就是外遇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女主也就是演员 她也心里纷纷不平的时候 她还她也想要出去找外遇 然后在无意之中 又被拍了吗 无意之中 真的就遇到了一个 她完全跟她在两个世界的一个男生 好 那这个男生是在柏青哥遇到的 但是这个男生就有那种忧郁啊 艺术家的气质 然后呢 她就她就蛮喜欢这个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呢 每天不干什么事 就是白天都在玩柏青哥 然后赚了一点钱之后 就回去她的工作室搞艺术 所以她就很喜欢这一类型的 而且这个艺术家还根本不认识 这个女神是谁 因为她并没有在追剧 她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网红 所以她很喜欢这种 不认识人 而且又很无忧无虑的这种 颓废的艺术家 跟她的政治世家那种虚假的 没企图的艺术家 她就非常喜欢她 然后呢 甚至也就跟她回家了嘛 回谁的家 回艺术家的家 脏还干净 脏 然后当然大家 大家想象的就发生了 可是很有趣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看的是 但是这个艺术家 第一天就已经跟她说 我姓吴能 所以呢 我姓吴咧 对 口天吴啊 她就说 我姓吴能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滚床单 可是呢 你其他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嗯 也没有垃圾 对对对 有什么好给的 拉起 对 不是 大家就可以去想象 其实她在挑战一件事 就是 然后 等于是 她就回去 又告诉了她 其实她 她的婆婆 已经有派人跟踪她 一段时间 然后也知道说 哎 原来我媳妇也 也不简单 也不简单了 可是 当她婆婆知道 啊 原来你喜欢这个 薄青哥 男士性无能的时候 她婆婆竟然 释然了 而且大家 她们可能纯粹薄拉图 对 所以她竟然就说 哎 你有权利可以喜欢 另外一个人 是 因为呢 没有滚床单的 不算外遇 就是朋友 就很有趣 她婆婆 还有其他的人 竟然认为 没有滚床单 就不等于外遇 这就是精神外遇 对 被迫精神外遇 她在探讨的时候 其实 被迫的精神外遇 其实 到底外遇是什么 所以 然后她 她先生知道 就是 也没有办法 真的很怒 因为这个男的 真的就是 有性功能障碍 也就是说 他们 是很愉快的 薄拉图式的在一起 但是 类外遇 对 但是 这个太太一直说 我要离婚 我有外遇 然后她的先生就说 你没有外遇 然后她婆婆说 你这不算外遇 这不构成外遇的条件 对 就很有趣 好笑就在这里 好笑就在这里 她说 我有外遇 然后她说 可是你们没有做呀 那个词真的写得很大胆 她说 你们没有做啊 她说 但是除了那件事以外 我们都做了 我有外遇 我们赶快离婚 但是他们就说 没关系啊 这个没有关系的 而且 我们可以容忍 她婆婆 居然还有一句金句 就是说 人的一生很长啊 你也可以去喜欢别人 但是 你在政治 你还是要扮演一个好的 政治的 这个妻子的形象 这个婆婆就睿智了 对 她说 因为你的公公 也有很多的外遇 你剩四分钟 你还有一出戏 我想 好 最后就是想讲的 其实就是 第三出 大概大家都看了 爵士网红 那就是一个更扯的 让你知道 网红的世界 实在太离谱了 其实第三出 这个爵士网红 跟其他的 倒很单纯了 不要讲他荒谬的剧情之外 就是我们只想知道 网红到底怎么赚钱 但这个就是很告诉你说 网红怎么赚钱 当然可能不是像他们描述 这么快 那么好赚 但是也真的有可能 就是很好赚 对 对 我觉得你来 可是我想分享的是 我的的确确 我不能讲名字 我问了一个台湾网红 他是真的 不能讲 不能讲 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女儿 目前在台湾 大概也有三十万的粉丝 三十万 然后我问他 算很多 对 我问他看了 爵士网红的感觉 他说他哭了 他说因为里面很多事情 真的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才让我惊讶说 网红的黑暗是真的 可是网红彼此真的有交流吗 他说有 不是 他所谓的真的是 他有一度时间 有一个粉丝 一直黑他 一直黑他 一直攻击他 最后他才发现 那个人就是他的学姐 而且他的学姐 在大学的时候 都跟他非常的要好 天哪 有时候你攻击 你的暗黑的人 其实是你的好友 对 所以因为在爵士网红里面 也是 也是他旁边的 原本他也是闺蜜 但是你看起来他一直支持他 但是你看当他看着他的好友 一直越来越成功的时候 黑他的就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亲自采访的 这个台湾网红 说看到这个哭了 因为他就想到他的学姐 那但是你认为网红的生命 可以延续多久 还是他们只是觉得说 我在人生的这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是我的某一个工作 好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红 他快要三十 所以他也觉得要 可能快要 快要不行了 因为我觉得快要不行了 是为什么 他已经要去做美容手术了 我他说你才29岁 可是他就已经觉得 他需要进场维修了 29岁其实真的还很年轻 那请问一下会需要进场维修 是说他是属于知识型网红 还是属于带货型 带货型的 所以他也是跟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 维持那样子的外表 对跟里面的 对亚历一样嘛 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好玩 然后穿搭 但是慢慢你就会 进自己的衣服来卖 所以呢 那你就要自己常常要充当model 然后所以你身材要维持啊 然后我在讲现实生活 就真的跟亚历一模一样 写的一样 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你慢慢走到了这个模式上 对 那最重要是我观察 台湾这个真的黄红 他虽然赚钱带货快 可是他也必须花很多钱 就跟里面演的一样 因为你要常常去吃 很高级的餐厅 没站住啊 你要带很棒的包 你要花很多的钱 在自己的装扮 你要常常去旅行 去巴黎岛 去巴黎 去什么清卖 你的IG才会一直有人按赞 所以我感觉 好赚是一回事 但是他花费非常多 有人会赞助 比如台湾的一些餐厅 可是你到了国外 不可能 人家不都认识你 对 那我就发现 他一天到晚得要飞国外 因为要让人家羡慕 网红不可能过得跟我们生活都一样 所以他必须要过得好像在全球到处趴趴走 然后买最新的包 真的是就跟里面演的一样 我们可以当底层的网红 真的 我觉得他的花费 譬如说可能最新的包 他就说 我现在要去巴黎买货了 而且还不能拿假货 对 不能拿 还不能拿A货 对 所以我觉得当网红真的太难了 感谢 感谢 感谢